《傳道書》第九章 結淨人或不結淨人 憲制的與不憲制的也是一樣 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 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 在逆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和患 就是眾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並且世人的心充滿了惡 活著的時候心裡狂妄 後來就歸死人那裡去了 與一切活人相連的 那人還有指望 因為活著的狗 比死了的獅子更強 活著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無所知 也不再得賞賜 他們的命無人紀念 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們的疾度 早都消滅了 在逆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們永不再有焚料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 心中快樂喝你的酒 因為神已經月納你的作為 你的衣服當時上結白 你頭上也不要缺少高油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 就是神賜你在逆光之下虛空的年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到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在逆光之下 在你所必去的陰間 沒有工作 沒有謀算 沒有知識 也沒有智慧 我又鑽念 見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贏 力戰的未必得勝 智慧的未必得糧食 所臨到眾人的 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如被惡網圈住 鳥被網羅捉住 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 世人陷在其中 也是如此 我見日光之下 有一樣智慧 據我看乃是廣大 就是有一小城 其中的人數稀少 有大軍王來攻擊 收足盈女 將成圍困 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卻沒有人紀念那窮人 我就說 智慧勝過勇力 然而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 他的話也無人聽從 寧可在安靜之中 聽智慧人的言語 不聽掌管愚昧人的喊聲 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 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